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罗里变大妈 本以为是无心 却原来是有意 一场闹剧该如何收场 直播行业还有多少如此荒唐的变形剂 书里全天热点 今晚带您寻找答案 如果白天注定用来发生 我们就用夜晚追问结果 各位晚上好 欢迎收看金陵卫视新闻杂志节目 今晚 我是高原 今天是2019年8月2号 星期五 欢迎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在今晚栏目的微信平台上 跟我们保持互动 进入今天的节目 每每提到浑春 大家想到的都是景色极致的 一眼望三国 满街金发碧眼的外国人 写着三国文字的牌匾 让人唇齿留香的浑春大串 还有来自俄罗斯的鲜活帝王蟹 新中国成立以来 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 让这座地处中俄朝三国交界的 边陲小城浑春 从闭塞走向开放 从贫穷迈向富裕 从地名变成名帝 从我省的口袋底 蜕变成我国面向东北亚国际合作的新门户 开发成了这里的重要标签 70年的制风暮雨 这座小城发生了什么 中俄之桥是浑春广播电视台 一档创办了近八年的电视节目 也是吉林省唯一一档中俄交流节目 浑春的快速发展 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俄罗斯人 他们在这里旅游 购物 还有很多人在这里居住 工作 今天就带大家一起去看看 生活在浑春的俄罗斯人 这里非常干净又美丽 人们也很友善 我很喜欢这里 在我们俄罗斯人眼里 浑春是一个非常有潜力的地方 我努力学习中文 争取也从事中俄贸易工作 别看现在 这里聚集着各种肤色的外国人 到处洋溢着国际范儿 当时光倒退建国初期 浑春当时还是名不见经传的浑老八 1984年 浑春招尊有力时机 给苏联滨海边疆区哈桑区政府赠送啤酒 启动毗邻地区友好交流 一段时间后 哈桑区政府 回赠给浑春八吨螃蟹大腿肉 至此开启了异货大门 今年80岁的刘顺哲 是浑春开发开放的元老之一 对当时的情景 他记忆犹新 我一看完就忙碌了多 你说那个鞋一口这么粗 鞋子都是这么长的 你说那个多少钱 我说这个买卖 比黄金来得快 就这么开始的 这个毛衣是这么个情况 分到三年财政收入 接近三千万 这样我载到了浑春帽 浑春的混老爸的帽子 那个时候确实医生中最高兴的时候了 1988年 国家批准设立浑春长领子对苏贸易口案 同年古院批准浑春撤县建市 1990年 国家海关总署批准浑春长领子海关 升格为浑春海关 随后十多年里 浑春边境经济合作区 中俄护士贸易区 浑春出口加工区 浑春国际合作示范区 相继设立 浑春也成为了拥有四个 国家级一类口案的城市 开放成了浑春发展的出路 一股浑春热骤然兴起 并逐渐升温 各大出口加工类型的企业 纷纷来到浑春投资建厂 出口加工区政策方面和服务方面 服务方面非常好 从大连木制品到来投资也陆续多了不少 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 也让我们产品在国外得到了很好的发展 尤其这几年我们产量也是在逐年递增 以往产量能达到六七十万平 到去年达到八十万平 2013年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 浑春成为了我国通向东北亚的窗口 和海上丝绸之路重要节点城市 浑春口岸热度持续升温 浑马铁路实现多年的常态化运营 借港出海战略深入实施 浑春真正实现了从口袋底到口袋嘴的翻身 在今年三月份 浑春出口加工区整合优化升级为综合保税区 各类新兴产业也加入了推动浑春经济发展的大军中 在浑春市委的惠客室 这幅一眼望三国满足的简纸画格外醒目 市委书记高玉龙说 这是浑春一直以来的梦想 也是所有不同年代的浑春人 一直不变地追求努力的方向 这次简直画它还寓意着什么呢 浑春的海之梦 浑春的海之梦 也是咱们吉林省2700万人借港出海的梦想 还有一个通江打海的梦想 都说风从海上来 我们浑春未来的发展是不是也从海上来 我们借海风借海风的力量 加快浑春开放发展的步伐 真正打造开放合作的高地 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6点 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 今天白天多地最高温度达到35摄氏度 其中湖北东部 安徽中南部 湖南东北部 江西北部 重庆北部 新疆南疆盆地和图鲁藩盆地等地的部分地区 最高气温达37到39摄氏度 局地可达40摄氏度以上 炎热的天气里 当大多数人在酷热天里 享受着空调西瓜WiFi的时候 总有那样一群人 忍受着常人难以忍受的酷热 灰汗如雨 坚守在工作岗位上 他们当中有动车的守门员 有铁路线上的维修工 还有高空作业的蜘蛛侠 他们的坚守换来了我们生活的安逸和清凉 动车车门的顺利开启与关闭 为列车的安全正点发车提供保障 屈卫斌是西安动车段一名地勤机械师 他的工作是维护与检修 全列动车组列车的车门 也被大伙称为动车守门员 尽管没有烈日暴晒 车厢里一样闷热难耐 从入库到出库 规定的检修时间只有六个小时 一列八节车厢编组的动车 多达三十个车门 平均十二分钟就要完成一个车门的检修 居委宾说 由于车型不同 作业方式也会改变 内开的车门要窝在暗室内作业 外开的车门需要半身悬吊在车外 进行风枪清理时 留下的汗水与四散的灰尘混在一起 整个人又黑又黏 夏天的时候 锅里面温度高 有时候热 热了之后 有时候也会用它这个风管 有时候可以自己的身上也正常温暖 也是其实就是一种保护自己 就是夏天不中暑 或者能正常检修作业的一种方式 接触网工是维修铁路线上供电设备的工作人员 在护坤铁路上饶段 每天都有近200趟客户列车通过 接触网工们的检修作业 只能赶在没有列车运行的间隔进行 按照铁路运行时间 最近每天上午11点到下午1点左右的两个小时 就是他们的作业时间 列车巡视的时候 对列车的那个设断车 轮运打工专攻现象 形象内容运行 上午11点 室外温度已经达到38摄氏度 上饶网工区的接触网工们 已经穿上厚实的工作服准备作业 由于列日曝晒 轨道车上的温度接近55摄氏度 仿佛一个巨大的蒸笼 11点40分 轨道车来到指定地点 列日下 网工们麻利地爬上接触网支柱 脚踩接触线 拧动扳手调整参数 才小一会儿 他们的衣服就全部湿透 作业时间有限 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计划内的工作 大家必须争分夺秒 他们也只有在轨道车更换作业地点的间隙 才能补充下水分 下午1点 轨道车上的温度已经超过60摄氏度 在暴晒下作业了将近两个小时后 沈勋和他的同事 检修完成了1.5公里的接触网线路 处理了四处故障隐患 近期当地一直持续高温 沈勋他们还要继续在列日下工作 这些天在建设中的 湖北宜昌奥体中心体育场 工人们也顶着高温坚持作业 上午8点 场馆已经完全暴露在阳光的炙烤下 钢材料吸收着热量 现场热浪滚滚 陈光荣和两名同事申级安全省 进行场馆顶部装饰调整的安装 由于体育场的顶部是湖面 作业过程中 陈光荣他们只能趴着作业 他们没办法 去了很多指 很多像那个飞行的点 上午9点多 施工区域的温度 已经达到43摄氏度 陈光荣挂在脖子上擦汗的毛巾 已经能直接拧出水来 为了不被烫伤 陈光荣和同事们 有时不得不穿上保暖内衣 到了下午三四点 屋顶的金属面板 有时甚至能接近70摄氏度 最近一段时间 每天上午10点到下午4点 陈光荣他们会暂停施工 避开最热的时段 改为晚上作业 在八月底 场馆顶部钢结构施工结束前 陈光荣和工友们 每天都会这样坚守岗位 正是这一位位随处可见的 高温下的劳动者 定格了这个夏天 一幅幅感人的画面 他们的坚守和付出 是对爱岗敬业价值观的 最好诠释 阳光很烈 你们很美 致敬高温下的劳动者 我们看到这些高温下的劳动者 为了避免晒伤 或者是起到劳动保护的作用 穿的工作服都挺厚 挺遭罪 但是也是没办法的事 但凡可以 这大热天 咱们都是怎么凉快怎么穿 可是这几天 在上海外滩 却出现了几个穿棉袄的孩子 没错 三福天 穿着棉袄 而且还在摆着各种pose拍照 即便是旁人瞅着 都上火 在上海外滩 都上海外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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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特别人好多的 好多 上一段时间 上一段时间 就穿着羽根 什么毛衣 毛衣 嗯 那是不是就最近高温天都来了 对 对 现在上一段 上一个礼拜之前 不管成年人 小孩都有 都有都有 在这个靠空调续命的季节 成年人们都选择穿着清凉 并且这个尽量减少外出活动 小同模 却被塞进羽绒服 穿着厚厚的长裤 戴着帽子 头顶烈日 在街头摆出各种动作 配合拍摄 有网友担心孩子受不了 对此呢 同模的家人却表示 这是自家私事 这真的是私事吗 父母是孩子的监护人 的确有权为了孩子的合法权益 带孩子做出一些决定 但孩子首先是独立的个体 有自己的法律地位和法定权益 孩子不是父母的附属品 更不是父母的私有财产 今年4月 同模遭母亲替打事件 让媒体一度聚焦同模行业乱象 暴露出这个行业 对同模人格尊严 受教育权和身体健康权的侵害 也表明同模仪式已不是私事 是值得公众深思和法律审视的公共事件 守护同模合法权益 社会各方共同努力守护孩子的健康成长 向日延延 难熬的不仅是居高不下的气温 阳光直射带来的紫外线杀伤 更是让男人沉默女人落泪 那现代人可以依靠某一堆防晒霜 穿防晒服对抗太阳的威力 那古人又该咋办呢 早在唐朝孙思秒的千金方中 就捣鼓出来了一种名为玉绒散的产品 用以在不慎晒黑后恢复白嫩 不过说到底 这些土土模模的作用不稳定 遇到无效的还只能充当安慰剂 远不如直接遮挡阳光来的可靠 于是乎人们又在衣帽上开始下功夫 比如唐朝时常见的微帽 不仅能遮阳 还能为女性评掀几分神秘色彩 在当时风靡一时 不过这其实是北朝时从西域传入的 原名秘离 主要用于男子在沙漠行商时遮挡风沙和裂阳 到了唐朝那群爱美的女人手里 比起使用价值来说 审美价值更突出的多 当然防晒最为豪华的体验 还得属于滑盖 这种散状顶盖 或许算得上最早的遮阳伞了 作为达官贵人们在烈日出行的标配 也是于庶民区别开的重要道具 似乎暗示着小老百姓才晒太阳 真是贵人从不吃苦 19世纪时遮阳伞开始在全世界大受欢迎 无论是修拉化的大丸岛的星期天下午 还是莫奈化的打阳伞的女人 可见其流行趋势 不过到了20世纪早期 防晒用品的发展方向 仿佛一夜之间走入歧途 不仅有着内装墨镜的全包防晒斗篷 像鸟人一样能遮住整个鼻子的太阳眼镜 还有可以把人下到溺水的泳池用防晒面罩 跟前两年红透国内外的星岛大妈脸基尼一模一样 时尚发展 果然不是向前的 而是循环的 接下来说几件恼人的事儿 这两天网传一段女子 这个深夜遭遇袭击的监控视频 在网上流传 7月30号凌晨1点22分左右 在长沙烧山北路 一女子在公交站台旁看守机时 被一男子从身后袭击 随后男子逃逸 视频当中显示 女子被袭后一分钟左右 体力不知倒地 最了解 这名女孩是右臀部被刺伤 同时伤到了卵巢和小肠处 目前已经完成了手术 生命体征较为平稳 就在今天凌晨四十许 长沙福中警方 将涉嫌故意伤害的犯罪嫌疑人刘某抓获 经查 今年32岁的刘某 没有正当职业 也没有经济来源 7月30号凌晨1点左右 刘某喝完酒后 感觉心中压抑 独自一人在街上闲逛 见受害女子杨某 在公交车站候车时 便拿出了随身携带的水果刀 捅伤受害人后逃离现场 目前犯罪嫌疑人刘某 已经被刑事拘留 案件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我们无法猜测犯罪嫌疑人施暴时 到底是一个什么心理 心中郁闷就拿无辜路人发泄 行为令人发指 这也让我们之前想起了前段时间 发生在大连的一起女孩 深夜被袭事件 犯罪嫌疑人只因为和女友吵架 就迁怒于路人挥拳暴打 对于这两起事件当中的被袭女孩来说 完全是一场无妄之灾 这也正是为什么会引发众怒 天网恢恢 疏而不漏 两起案件的嫌疑人都很快被抓获了 他们必将为冲动付出严重的代价 而从另一方面 我们要提醒女孩们 提高自我保护意识 尤其在夜间不要单独出门 不给犯罪分子以可乘之计 有些危险不可预知 但有些事明明很危险 却总有人明知故犯 7月28号 广东每周一对男女在铁轨旁 想抓拍火车呼啸而过 发烧飘起的画面 瞬间被火车锋利掀翻 这场面很精简 三年青年 有两名是站在铁路边 另外一个人是给他拍照的 录视频的好奇 在铁路边上来拍视频 感觉到后被火车经过的时候 作为一个背景的话 感觉到比较刺警 男的当时就没什么事 然后女的呢 现在还在医院 目前就是因为她 本身经过的时候 现在还在 就是还在治疗 15多岁 小青年 考虑到是一个年龄比较小 就是从这一个警告 进行一个严厉的批评教育 据了解当时列车司机 发现有人在铁路钢轨附近拍照后 立即铭敌视警 和采取制动措施 但三名青年 为追求火车驶过效果 仍然站在原处 最后造成严重后果 差点付出生命的代价 当地派出所民警回应称 司机发现二人时 一直在铭敌 立即采取紧急制动措施 正常操作 无需担走 铁路警方提醒 不能为了所谓的朋友圈点赞数 拿自己的生命做赌注 到铁轨上拍照和拍视频 不但扰乱了铁路运营秩序 还危及个人人身安全 公安机关将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 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法规 对擅自进入铁路防护网 或者火车来临时 在铁路线路上行走坐卧 抢阅铁路影响行车安全的 处于警告或者200元以下的罚款 无论是谁是做什么的 任性而为总是要付出代价 最近一位叫乔碧罗的网络女主播 直播期间 罗莉变大妈的闹剧引发了网友关注 本以为这起事件会让她疯狂掉粉 可没成想 露脸之后 她的直播间直接冲上了排行榜第一 人气从5万涨到了60万 随后 这位女主播在直播当中承认 露脸事件就是一场营销策划 然而随后她又在个人微博当中 否认这件事 来 看看这位罗莉大妈的精彩表演 我要过十万订阅才能露 本来我是个颜值主播的 好 这位乔比罗可以说是行业畸形的产物 他聪明地找到了直播行业的立足根基 并且以现代传播幻术加以杠杆驱动 最终成功撬动起了一池春水 直播行业显然应当警醒 尽管为现代人人造一场亲近主播的幻梦是一门好生意 但是异于膨胀的幻梦也同样异于出现乔比罗这样的人物 一个乔比罗揭开了直播行业三年幻梦的华美外遗 这或许是三年前就定好的命运 律师也表示这件事涉及粉丝 网红 主播 还有直播平台三方 该女主播的行为涉嫌欺诈 打赏者可以要求索赔 这大妈伪装的罗莉啊 着实是让人看着生艳也生气 不过接下来要出场的这个小罗莉 一定能够平复刚刚那件事 带给您的坏心情 小萌娃犯错被妈妈胖揍 于是呢她就梨花带雨的 给爸爸打电话诉苦 听听她都说了什么 小萌娃犯错被她打电话诉求索赔 她说了什么 她说了什么 喂 妈妈 我不是你的老婆 我是你的宝贝 哎呀 怎么了 怎么了 叫爸爸了 你的 你的老婆又是我呀 是不是又令妈妈生气了 爸爸 你自己的要不也不玩 很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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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不了 我管不了他 爸爸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今天我就 下次就轮到你了 是不是蒙的不要不要的 怪不得有网友直呼 又想骗我生女儿 好 接下来更多资讯 来360度 瞄读天下 国家邮政局昨天表示 本月起集中开展 快递末端违规收费 清理整顿工作 当前违规收费 及不正当经营行为 主要表现为 在投递环节 以超派送范围 或经营困境为由 强行向收件人 加收快件投递费 收件人自取快件时 无正当理由 向收件人额外收取保管费 生态环境部昨天消息 因环保问题 梅塞德斯奔驰 中国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自本月1号起 召回2016年2月29号 至2018年10月16号 期间生产的 部分进口奔驰汽车 共计302辆 这些车辆存在 尾汽催化转换器混装情况 导致无法满足机动车 排放标准等要求 可能导致车载诊断系统报警 近日吉林省森林消防总队 举办首届 火焰栏专业技能大比武 所属各基层单位 共计168名森林消防指战员 齐聚吉林市郊河林区 展开实战对决 比武综合设置了 负重5公里武装越野 200米综合体能竞技 灭火机具操作与使用 水泵架设与撤收等 13个基础和重难点训练科目 全面检验了队伍实战条件下 遂行任务能力 近日浑春市林业局 动植物保护科 接到求助电话 称高铁浑春站 发现了一只猫头鹰 疑似受伤需要救助 工作人员迅速赶到现场 在对猫头鹰进行了初步检查后 送往浑春市野生动植物保护 救治协会进行救治 待救治完成后 放归大自然 长白山近日迎来游客接待高峰期 为了提升游客游览舒适度 景区实行分时段预约购票入区 游客需要提前在网上 凭本人身份证进行购票 在购票成功后 遵照预约时间游览 提前或延后 均无法进入景区 长白山景区自2017年 启动分时段预约购票 经过近三年实践 即便是在高峰期 景区的山门服务中心 也已不再排挤长龙 1号英国外交大臣 多米尼克拉布再次重申 英国不会与伊朗交换被扣押的邮轮 7月4号 直布罗托执法机构 扣押了运输原油的格雷斯1号 半个月后 伊朗在霍尔木斯海峡 扣押了悬挂伊朗国旗邮 史丹纳帝国号 之前伊朗方面暗示 存在与英国一同释放 被扣押邮轮的可文性 7月31号 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 举办的托尔塔集市场 厨师们和当地民众 合力制作了一份 长达72米的传统托尔塔三明治 打破了去年的纪录 时光匆匆 往事如风 在夹缝中品味历史 丈量生命的温度 来看光阴里的故事 眼下正是一年当中 最最热的三幅天 在这样高温高热的桑纳天里 很多地方的农民 再也不用灰头土脸的 手工收割庄奖 这得益于农业机械化的发展 今天的光阴 带您走进新中国 第一台自主研发的 联合收割机 眼下我国南方地区的 早道进入收割期 农民老赵靠着一台收割机 一个人一天 就能收割上百亩地 这在以前是不敢想象的 现在我们今天用上农机 设格全部计划化了 设格机一下子 两次就全部打出来了 很方便 以前我们设格很麻烦 设格不值得也多 没忙经常把我们水炸泡 很不舒服 1978年 从安徽小港村开始 我国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土地分成小块 以家庭为单位经营 那时 小麦和水稻的收割 主要靠人力 用镰刀割麦 人工捆麦 还要在麦场 牵着石滚打麦 再经过迎风洋麦 才能得到干净的麦力 1986年 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 与新疆联合收割机场合作 共同研发适合我国国情的小型收割机 已经退休的高原N 参与了研制 到了80年代以后 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 农业的需求 就非常迫切 要求解决三下期间 是卖收集结的劳动力紧张 我们买一台国外的基金 那么起码是在20万左右 30万甚至40万 这样的我们农民是承受不了的 同时我们农民的使用的水平还比较低 所以还要求我们基较简单要何靠 经过全国从南到北 从中到西的大量田间实验 1992年 新中国第一台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自走式联合收割机 新疆二研发成功 不仅适合我国的小地块 脱离性能 优于国外产品 价格还是国外产品的将近五分之一 当时卖呢 就是在7万多的8万块钱吧 那么外国人就很惊讶了 他就感到我们中国 就像那1万多美金 能开发这么一个复杂的机器 进了个又能收又能清 是吧 又能自首 这样的机器 他们就感到 不可理解 但是我们确实就做到了 那么现在我们全国的联合收 就起码在60%是新疆二 或是新疆二的改进性 1995年 新疆二迅速走红收割市场 开启了我国小卖机收 跨区作业的模式 也带动了我国 也带动了我国整个收获机械工业技术的快速发展 2012年 我国成为全球第一农机装备制造大国 联合收割机等产品的产量全球领先 18大以来 农机产品向高端化 自动化 智能化发展 大型农机用上了北斗导航技术 重点发展 高精准导航作业等智能控制技术 2018年 无人收割机 无人插秧机等 纷纷开进了农田 启动了我国无人农场的建设 通过安装的智能感知设备 无人驾驶的收割机 插秧机等 就能按照事先设定好的路线 自动完成耕地 插秧 收割等 耕种收的全过程无人作业 最近国产动漫电影 哪吒之魔童将士 可以说火得一塌糊涂 片中的哪吒丑萌丑萌的 在您的记忆当中 还记得那些哪吒形象吗 节目最后来一波回忆沙 好 感谢今晚有您的收看和陪伴 祝您周末愉快 晚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